美少女2.0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觸控美少女2.0 瑤瑤 瑤瑤今天要為各位玩家們 帶來更多更新奇有趣的東西囉 有沒有看到我身上這隻小恐龍啊 是不是很可愛呢 它可是現在最夯最先進的 電子寵物恐龍 它不但能感應觸摸啊 還能做出高達400種的動作反應 甚至會模仿自己的主人 還可以培養出自己的個性呢 是不是很有趣啊 它聞到還會撒嬌喔 剛剛睡著了 睡著了 既然提到恐龍啊 瑤瑤呢就為各位玩家們 帶來一款跟恐龍有關的 NDS遊戲囉 那就是我 我們是化石挖掘者 這款遊戲驚出來挺特別的喔 跟恐龍到底有什麼樣的關聯呢 現在就跟瑤瑤一起 Touch 進入NDS的世界囉 挖化石囉 就像遊戲名稱所講的一樣 在我們是化石挖掘者中呢 玩家們就要扮演一名 菜鳥化石挖掘者 在島上的四處 運用工具來尋找 並且 挖掘恐龍化石 不過在這個島上 可不是只有你一個人喔 還有許多的挖掘者 跟陰暗邪惡的恐怖組織 要和你一起爭奪 恐龍化石喔 不過啊 光是挖掘到恐龍化石 還不夠喔 玩家們得到的化石啊 還要拿到挖掘者中心 進行清理 這樣就能讓恐龍 重新復活囉 但是啊 清理化石 可是有一門功夫的呢 如果隨隨便便 就拿起錘子電鑽 亂清通的話 化石可是會被你破壞掉的呢 你說是不是啊 所以呢 瑤瑤現在就要為大家示範 如何正確清理恐龍化石囉 玩家們得到的化石 基本上都有三層 四層 從顏色最淡 但是最堅硬的外層 到顏色最深 但是很容易被清除的那一層 如果玩家們 橫衝直撞的 一直用鐵錘亂敲打化石的話 可是會把恐龍化石 打得面目全非 連超生的機會都沒啦 所以呢 建議玩家們先用鐵錘 將最外層的岩石 全部都敲碎 再利用螢幕上方的X光功能 確認化石的正確位置 再沿著化石邊緣 用鐵錘敲除第二層岩石 最後只要利用電鑽 小心地清理掉最後一層 就能夠將損壞程度降到最低 順利地讓恐龍復活囉 當然有了恐龍大軍之後呢 玩家們就可以和其他的挖掘者 比劃比劃 較量較量一下 來一場恐龍大戰囉 你說對不對啊 喂 在挖掘恐龍化石的過程中呢 玩家們會遇到其他的挖掘者 跟玩家一起爭奪化石 這時候就要來個友誼的對戰 利用復活的恐龍來進行PK 只要能夠順利地擊退對手 就能保住玩家們 挖出來的化石囉 如果玩家們有夠多的Coco的話 還可以到挖掘工會的商店 購買一些平常挖掘不到的化石呢 讓更多強大的恐龍 加入你的軍團 但Coco要怎麼賺啊 現在就讓姚姚來告訴你吧 在平常挖掘化石的場地上 都會有一些能夠破壞的道具 像樹根或是岩石 在裡面呢 有時候會藏一點點的金幣喔 不過啊 這還是沒辦法賺大錢的 重點就是在玩家們 挖出來的化石中喔 基本上只要是有挖掘者PK戰的化石 裡面就會暗藏著昂貴的珠寶 只要利用姚姚之前介紹的 清理化石方法 就能夠得到完美無缺的寶石囉 然後啊 拿到挖掘工會的商店 隨款金幣 有了大袋大袋的金幣之後呢 再貴的稀有化石也都不是問題啦 除此之外 還能夠加強玩家挖掘的工具與裝備 讓挖化石的工作更輕鬆囉 經過了姚姚的介紹之後呢 玩家們是不是更加的了解 挖掘恐龍化石的密奧義了呢 有興趣的玩家們 可以趕快來玩玩這款 我們是化石挖掘者喔 還有還有 想要更加了解小恐龍PLEO的玩家們 可以上數位遊戲王官方部落格 查詢更詳細的資料喔 我是觸控美少女2.0瑤瑤 我們下次見囉